决战2024选情大解析 今天要带你聚焦到台中中一选区 民进党的蔡其昌要争取四连霸 而民众党派出蔡必如参战 虽然是空降参选 不过呢 已经获得国民党相挺 成了蓝白整合指标 不过蓝营却出现分裂危机 更多内容带你来看 决战2024选情大解析 欢迎收看决战2024选情大解析 我是黄品宁 今天要带你来聚焦 台中市第一选区的立委选战状况 其实台中可说是台湾的超级摇摆州 主要受到了人口快速成长影响 大约是有三成的中间选民 也成为决定选战胜负关键 而这回台中海线立委之争 民进党的蔡其昌要寻求四连霸 民众党则派出了蔡必如 成功获得蓝营支持礼仗 不过国民党籍的刘登中 犯人以五党籍的身份登记参选 也为蓝白整合增填贬数 首先再来回顾上届立委的选战状况 国民党最后一刻征召了挺韩大将 蔡农林嘉欣 虽然是由国民党地方设立和韩家军相挺 但庶民力量爆发力稍嫌不足 蔡其昌最终冲出超过六成六的得票率 大赢对手 也在顺利拿下立法院副院长的宝座 但2022年台中市长选举 蔡其昌出马挑战妈妈市长卢秀燕 却没有成功 虽然当时民进党下着中二立委补选胜利气势 冲破了国民党中台湾政治防线 要来争取台中市长宝座 不过最后卢秀燕大赢蔡其昌27万多票 台中29区全拿 也刷新记录 更打破了台中市升格直辖市以来的连任魔咒 反观蔡其昌连在自己长期经营的中议选区本命区 得票率也输了6% 而市长选举吞败也让蔡其昌面对这回2024大选格外战战兢兢 带您来追究本次的候选人 蔡其昌原本想当教授的大学后积极参与野百合等等社会运动 30岁就当上了台中县的民政局长 也是当时全台最年轻的局长 因此决定投入政坛 长期生跟台中海线是民进党新系的一大战将 同时也是中职会长 不过日前新竹棒球场爆出缺失 也让他意外被波及 蔡其昌继取台中市长落败的经验 重新调整步伐 要守住民进党在台中的关键席次 日后来看到民众党的蔡壁如 获理师出身 本来是柯文哲在台大医院的得力助手 后来一起进了北市府 因为使命必达的个性 更有了地下市长协低子等等称号 2020年以部分区立委身份进军国会 却因为论文抄袭遭撤销学位请辞走人 可比昔日的左右手传出遭到冷冻 2024年选战更被指派空降台中第一选区参选 不过却也让这里成了蓝白第一个 在野整合示范区 蔡壁如初也找来卢秀燕担任进总主委站台辅选 国民党的地方人马相挺也成功打赏路站 不过蓝白整合真的成功了吗 来看到下一位候选人刘登忠 他是金门大学副教授 具有国民党籍身份 这回争取党内提名参选卫国 因此决定要给五党籍的身份参选 希望能够为地方带来改变 不让双菜对决专美于前 而他的出现也为蓝白整合埋下变数 而我们纵观台中过去几年的中央和地方选举 其实每隔两年就与悬殊的票数在蓝绿之间摆档 民进党的蔡其昌要展现地方长期经营成果 力拼连任 民众党的蔡壁如撒着蓝军相挺 还有卢秀燕跟柯文哲双母鸡的力量 整合在野要翻转海线 不过却要注意蓝营势力的分裂危机 以上就是今天的决战2024选情大解析 我是黄萍宁 我们下次再会